我是蔡宜靜 今天暑假有哪些強檔電影呢 今天我們首先要介紹的是 人氣超旺的動畫劇集 也就是小小兵的正傳 神偷奶爸3 這一次呢 他不但刷新了 神偷奶爸系列電影的記錄 在台灣跟美國 都創下了首周的票房冠軍 把小小兵捧紅的 神偷奶爸系列電影 終於來到第三集 男主角格魯多了一個 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兄弟 I can't wait to meet my brother Brother 故事描述失業的格魯 遇上人生勝利組的 雙胞胎兄弟德魯 兄弟倆再度聯手 當起壞蛋 To continue the family business Villity is in your blood I think you're going boobs Oops Hello The first movie grew up became a father The second one had the relationship With Lucy and how that started And then in this third one Getting the chance to create an entirely new character This does not mean And then we are going back to being villains Oh Pinu Flacomico 除了故事內容以外 相信許多觀眾們 還是衝著最搶眼配角群 小小兵而來 Bueno Yeah Pinu Mu Bueno Yeah Pinu 小小兵不滿格魯竟然不當壞蛋 播放一堆諷刺影片抗議老闆 事實上這群黃色膠囊小人們 從2010年神頭奶爸首級放映以來 就以配角的姿態吸引觀眾目光 用時下最流行的選秀節目當背景 小小兵亂入節目中唱歌跳舞 招牌的歌聲和萌萌的帶樣 有讓人染不作乏笑 回顧小小兵的成名史 以配角姿姿篡位 開發出外傳電影 2015年的電影小小兵 全球賣出11億美元的票房 比神頭奶爸前兩集的收益還要高 Gay Pinu 故事描述1968年 小小兵為了效忠壞蛋主人 打鬧紐約和倫敦兩大城市 片中看似取悅小孩的無厘頭橋段 其實暗藏許多大人 才會懂的年代梗 上是Pito4著名唱片 艾比露專輯封面 還有許多60年代發生的爭議事件 一一複製到電影中 再加上小黃人的相機無限 從商品到遊樂園都參一角 今天是非常特別的日子 全球三個環球影城都設置 小小兵主題樂園區 只要動畫電影賣座 就能讓周邊商品跟著賣 最好的例子就是KARS 不要害怕失敗 不要害怕不會有機會 你會有機會 皮克斯動畫推出的KARS 屆滿10年 第三集閃電再起 終於在2017年暑假回歸 你不會有這麼快的 但你能比他更聰明 KARS是皮克斯動畫電影 除了玩具總動員以外 發展出三集的系列電影 並不是票房賣得下下叫 而是商品太受歡迎 I am Sting 就如同女孩們 需要公主陪伴童年 小男孩們也需要一台閃電麥坤 電影中除了主角麥坤 是熱賣商品以外 其餘所有在電影中出現的汽車 全都能發展為玩具商品 他們不是只會在世界上 希望我幸運 你去買他們 KARS第二集世界大賽 故事線稍嫌薄弱 全球票房賣出5億6千萬美元 但是周邊商品收入 卻超過了10億美元 幾乎是票房的兩倍之多 可見汽車魅力相當驚人 促使皮克斯6年後 才會再推出第三集 你的禮物 每次你失去 你傷害自己 故事描述 強盛軍閃電麥坤 遇上了最強勁對手 風暴傑森 在比賽中 強勁麥坤的風頭 心急的麥坤 為了贏回冠軍寶座 停而走險 發生車禍 重傷之下 只得退出比賽 知道必須先改變自己 閃電麥坤得找到 願意再次相信他的贊助商 訓練員 力圖通刪再起 我覺得我跟他相似的 是因為我已經 玩了10年 所以 10年以後 我當時在他玩了10年 沒有孩子 現在 有很多改變 從帥氣的閃電麥坤 到無厘頭的小小兵 大人小孩都通吃了動畫角色 在暑假檔 永遠不缺席